接下来持续带您关注 太平洋搜狗百货 成都春西店被中国成商集团霸占 已经进入第十天 双方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达到共识 太平洋百货的营业损失 目前已经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相当于是台币的5000万元 对此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张平找他今天表示 在中国经商不只是台商 外商也是一样 两岸仲裁机制并没有真正发挥功能 太平洋百货春西店员工穿着制服 和进驻厂商对账 地点就选在遭成商集团封电的百货公司外进行 尽管入口处仍有数十位标行大汉站岗 太平洋不得不面对月底发工资的问题 相近300家的厂商 大概昨天大概 因为昨天下午才开始大概五六十家 你预计说可能几天要对好这个账 我们大概预计也大概三天左右吧 这个又关于我们这家公司的信誉 所以说我们现在全力在处理这件事情 事件进入第十天 时间拉回7月15日凌晨 陈商集团强行霸占太百春西店 隔天搜狗派百货营业总经理李光荣前往成都协商 光是一天就损失人民币一百万元 17日集团董事长徐旭东表达看法 19日双方三度协商破局 21日太平洋搜狗百货董事长黄晴文 代表集团董事长徐旭东亲上火线 等了好几天还没跟成都市政府高层见到面 中国大陆不只是对台湾这样 他对外商几乎都是一样的 当时合约到底是怎么签我们不够了解 最后我们未来的两岸的仲裁机制要发挥功能 我们有跟他们的律师联系 有初步在了解一个情况 那请他们提供那个资料给我们 那我们会再跟海贼会再联系 应该很快 遭陆方强占不平等待遇 对搜狗来说已经不是头一遭 但事件该如何落幕 不仅考验台湾企业 也考验台湾政府的果断决心 新唐人亚太电视吴博宣李晶晶采访报导 它们有个好色的猜疑 未经许准备 这是个好色的猜疑 如果您可以 看这个那些猜疑 这些猜疑